按照现在海志仍然在实行的舰艇命名条例,驱逐舰应该以省会城市,或者其他大城市来命名。 这样一来,就会首先选择以省会城市命名,其次为计划单列室,再次为其他大城市。 1. 目前已经确定的驱逐舰命的省会城市有21个。 175银川舰,136杭州舰,137福州舰,117西宁舰,118乌鲁木齐舰,119贵阳舰,已经基本内定,但还没有服役的是四个,120成都舰大连产052D的第二艘,131太原舰江南产052D第十艘,就是现在停在江面055后面的那艘,157南宁舰,江南新052D改。 另外,055的手机101,建名为南昌基本确认,大陆27个省会级城市,已经用过和内定了26个。 只剩下一个拉萨舰,估计会是一艘055,还有一个台北市,暂且不提。 二,现在五个计划单列室全用了,他们是,113青岛舰,139银波舰,154下门舰,167深阵舰,还有即将退役的110大连舰,是老051。 估计这个建名最终会被一艘全新的055继承,毕竟大连对海军的贡献在哪里明白着? 三,历史渊远比较深的城市,比如海军的诞生地泰州,有138现代吉泰州舰。 四,现实和历史上大军宫后台比较硬的城市,比如一众的所在地。 几奇哈尔,居然争取到了一艘052D的建名,贤号是121,也就是现在大连大船,正在西装的首批052D的第三艘。 这样在舰艇的现代化程度和多位上,就压过所在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命名的哈尔滨舰。 最近据说江南的132舰,即新一批的052D改,也将被命名资博舰,这样也会压过济南舰和青岛舰,这种情况,可以归于和齐齐哈尔相同。 五,第五种情况,不好归纳,现已5艘051老舰,109台风舰,165湛江舰,166珠海舰,134尊一舰,164桂林舰。 这五艘到2022年将全部退役完毕,这里面的五个城市,都想一步到位的继承一艘05,能不能搬到,只能拭目以待,还有四个直辖市,但恐怕已经被航母预定,特别是北京和上海,很可能要等到核动力航母的出现。 即使连传说都算上,现在052D也只命名了15艘,而现在传厂里的052D据说已经排到了第21艘,055只基本确定命名了一艘,而首批次很可能就是8艘。 这样一来,已经存在的6艘052D和7艘055,一共13艘大舰,还没确定舰名,今后神盾的总数量还要成倍的扩大,命名的范围肯定也要跟着扩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